就在韩国瑜声势低迷之际 总统蔡英文也要开始展开公式了 对蓝营来拔装 原本今天早上她要出席 妙天在台北道场的活动 向信众来拜票 但是消息曝光之后 就改由立法院长苏扎群来代表参加 而根据了解 在苏扎群的牵线之下 总统跟妙天这个月中旬碰过面 想要来争取妙天的支持 而妙天受访时坦言 她有跟蔡总统见过面了 也有感受到蔡总统的诚意 但是回顾来看看 11月初时 她才公开表态是要挺寒的 现在相隔不到一个队时间 她的立场又转变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早上跟柯文哲 还有宋楚瑜同台 要共同来帮郭家军造势 那么当时郭董提到了 他同意柯文哲说的 搞台独的都是垃圾 让柯文哲急着澄清 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郭台铭又加码炮轰 这片子跟垃圾有什么不一样呢 看起来双方立场分歧了 而到了下午 郭台铭原本是要帮柯文哲站台的 但却临时取消了 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闹内讧呢 柯文哲说 是因为郭台铭有其他的活动 不必每件事情都巴着人家 台市新闻看世界来关心国际焦点 北韩在28号再度试射不明飞行物 引发邻国的关切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谴责 北韩发射了弹道飞弹 对区域安全造成了威胁 但是这一番话 立刻引发北韩强烈不满 强调他们发射的是 超大型多管火箭而不是飞弹 还笑安倍愚蠢 分不清楚火箭跟飞弹 同时也呛瞎说 没有多久 他们真的会试射弹道飞弹 让安倍瞧一瞧真正的中继飞弹 国内黑色星期五的市场 消费热度不如往年 但是在国外仍然是抢抢棍 29号午夜12点钟一过 包括美国 英国 还有法国 很多的大卖场都纷纷提早营业了 客人仅在大门前等门一开 拼命往前冲 要来抢购特价商品 而且经常都是两三个人抢一件 甚至翻脸大打出手 全国最大型除气特别节目 台式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将要在明年1月12号 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 而这一回 同样是由黄紫焦率领综艺三国制的 王少伟 纳豆跟花花 还有玛丽携手来合作 在宣传影片当中 每个人都化身成为运动员 要象征有不断挑战的精神 但是这样的宣传片 看似架势十足 在背后的幕后花絮 却是笑料百出 欢迎回到台式晚间新闻 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 这始终是动物起源的千古难题 那么现在科学家终于找到答案了 由四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日前他们在大陆贵州 发现了有一批 有着6.11亿年历史的胚胎化石 被称为是龙脊石 只龙脊石的大小跟沙子一样 在里头记录着胚胎孵化的过程 就像是鸡蛋 而且出现的时间要比动物早了4000多万年前 因此得出结论 是先有蛋才会有机 锁定台式晚间新闻 有科学家研发出了世界上最黑暗的物质 比任何的黑色都还要来得黑 还可以把一颗原本光彩夺目的钻石包覆住 让它几乎没有办法散发出任何一点光芒 明天白天气温回升了更多 各地多云道晴 详细的天气预测 但您快乐关心 随着耶诞节即将到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的户外溜冰池 30号正式对民众开放 还特地邀请了几位 曾经在奥运中夺牌的滑冰选手 前来表演精彩的花式滑冰 新闻最后带您快出看看 我是刘一涵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式晚间新闻 晚安 我们再会